423世界閱讀日 卓越專書展 台南市是台灣最古老的城市 這是我的家鄉 我想要對我的家鄉的古蹟的保存 能夠有一個起心動念 然後為這樣的一個事情貢獻心靈 2015年2月 我被台南市政府聘為文化古蹟 與歷史建築的審議委員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非常認真地參與了一些古蹟的保存文化工作者 他們的投入跟一些共同的合作 我發現很多人為了這塊土地 為我的故鄉去貢獻他們的專業跟專長 但是他們常常抱怨說 我們的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相關的這些內容 跟我們的文化公民權 跟我們的文化古蹟的保存法制 其實在他們的實務工作者來講不太了解 在這樣的起心動念之下 我非常認真地利用在德國的半年的時間 勾勒出文化公民權 古蹟保存 以及文化法制的相關的問題把它結合在一起 希望為台灣的這樣的一個文化保存法制 就是貢獻心力 這本書主要希望能夠透過文化公民權的建構 讓我們每一個人民去享受 所有的文化的資源 文化的設施 只要在他的社區裡面 在他生活的範圍裡面 每一個人民都應該能夠平等地去共享這些文化的資源 我想文化公民權是這本書 第一次在台灣建構出來的基本人權 對於我們台灣人民的未來 在整個文化資產的共享非常重要 尤其是希望國家的中立 跟人民的寬容這樣的一個思考 能夠帶進台灣來 也就是說每一個人民都能夠去寬容 另外一個人民的想法 我們的這個國家呢 基本上就不會有仇恨 不會有對立 文化的共享呢 就代表了每一個人的出生背景 相互之間能夠寬容 能夠去讓文化多元化 多元開展 在台南呢 其實呢有很多的古蹟 台南是台灣最古老的城市 我們作為台南的這樣的一個 一份子呢 其實呢 每一個台南的市民呢 都能夠到每一個 古蹟的這樣的一個根源 跟它的一些歷史的這樣的一個追溯 我想呢 這本書呢 最主要的是希望呢 讓生活在台灣每一個地方的人民呢 都能夠呢 在他的故鄉去享有他自己本身呢 來自於他的出生背景的文化 能夠去開展的這些相關的這些文化的 背景也好 資源也好 這個部分呢 我想對於每一個人民呢 他可以在未來呢 他自己本身呢 他的學習 他自己本身呢 文化的開展 都能夠呢 有更多元 更自由 更能夠去讓他自己的出生背景 結合他的成長環境 這樣的一個文化的一個自由環境 在德國呢 有一句話叫做 Evon Mark Meister 也就是 練習造就大師 其實呢 文化本身呢 他也是在日常生活裡面 每一個人民的 練習生活 出生背景 結合在一起 每一件事情呢 我們都可以透過不斷的練習 不斷的重複 去掌握這個方法 希望呢 我們每一位讀者呢 都能夠好好的呢 在自己的 所有的可能掌握的機會裡面 好好的練習相關的這些措施呢 然後能夠呢 開展自己的人格 然後呢 結合自己的文化 謝謝大家